明天就是萬聖節 各位朋友有沒有約了自己的朋友想著去哪裡玩呢? 雖然我們廣東人是不是每個人都喜歡過萬聖節呢? 就真的未必 但是很多廣東周邊的各大主題樂園 什麼X龍、X洋、X津梨 就特別喜歡過萬聖節 因為遊客多了,好運啊 不過我自己本人 都尤其喜歡在萬聖節期間去各大主題樂園玩的 因為有得玩鬼啊 我們廣東人是不是特別大膽呢? 不敢說 但是廣東人就特別喜歡玩鬼屋 不是因為我們不害怕 而是因為我們夠捧場 尤其是廣東女生 每一次玩鬼屋的時候 排隊的時候 一隻二隻 朝朝夕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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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夕 走就去鬼屋吧 不去啊 走啊,不用怕 我走前面,不恐怖的 結果排了40分鐘 真的進去之後 就整隻暗吞地動 都不敢動 我怕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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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為了照顧那些又屎又懶人的女生 在玩鬼屋的時候 不至於被人嚇得太厲害 所以 我們會把鬼屋客人的方式 拿出來 拆解拆解又拆解 等大家去玩之前 做心理準備 客人的第一種方式 實驚無神出現 他們特別喜歡躲在那些 你們看不到的角落 等你走到一半的時候 就突然之間彈出來 嚇你一跳 你也不要說 在角落突然之間 彈到整面血的死人頭出來 就算突然之間飛了一隻蟑螂出來 我都叫到破音 應對的方法其實很簡單 老虎蟹也不要走前面 等人們先走 要嚇,嚇他們先 嚇人方式第二種 嘩,突然很大聲 在一間靜悠悠的鬼屋裡 播出一些很恐怖的音樂 接著突然之間 嘩 嘩 嘩 大家都很細心想想 鬼屋客人的伎倆 其實都挺… 原始的 你下次不如直接招炮獎吧 那麼大聲殺嚇死我了 而應對方法很簡單 大營機 客人方式第三種 金玉風雲 有些鬼屋會把通道設計得特別窄 但是他們的兩邊也很通透 一般就會設計到整個監獄 為什麼呢? 方便失驚無神在兩邊出現一些鬼 又或者突然之間很大聲 而且還可以一邊客園 另外一邊客園 這樣高潮才會一浪接一浪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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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間鬼屋的主題是監獄 放心 這間鬼屋的品質一定有保證 由於這個客人的方式是比較高級 所以應對方法只有一種 不要進去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玩鬼屋和坐過山車是一樣的 就是…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的命很賤 你幹嘛要作賤自己呢? 這些刺激遊戲 真的要看著個人承受能力來玩 如果真的不能客人 那就真的不要強硬來 每個節儀 化個妝也一樣可以 不用下課找命幫 各位老友 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不想她這麼委屈 關注我們月之一二 你看多有效